鸟开楼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orld。 北京时间9月22日,雷霆官方宣布,球队核心,吉尔杰斯·亚利莎大,遭遇二级左系内侧夫人弹弄伤,将在两周后接受复查,缺席新赛季训练营的开始阶段。 暂且不知道亚利山大,是如何受伤的。 真是物漏偏逢连夜雨啊,先是被手球迷期待的榜眼,霍姆格伦赛季报销,现在,核心亚利山大,也倒下了,雷霆这下,又要彻底白烂了。 网友纷纷表示,亚利山大这个伤,不得不让人怀疑。 是不是雷霆管理层,又开始暗箱操作,争状元了?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,文班压马,可能真要来了。 魔术球员特伦斯·罗斯,在节目中表示,霍姆格伦的受伤,真的很不幸,但好在雷霆有机会抽到明年的状元签了,然后选中那位,来自法国的家伙。 现在好了,不仅切克伤了,亚利山大,也有伤病隐患,状元签的概率,越来越大,球马则管理层的心理阴影,手握这么多手轮签,雷霆绝对撑得上未来可期,而且,雷管选人的眼光,也非常独特,很多年轻人,都在球队打了出来。 亚利山大,就是最好的例子,后者,在2018年选秀大会上,手轮第十一顺位被摘中,经过四个赛季的磨练,SGA,已经完全成为了球队核心,并拿到了五年1.72亿的大合同。 2021-22赛季,亚利山大,一共为雷霆,打了56场常规赛,场。